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豪华度跟舒适性 所以买车真的每个人注重不一样 有人注重是性能 有人要豪华的配备 但是像我们一样 有家庭我们要的就是空间 中型房车或者SUV 那到底车该怎么挑 今天请到专家一起讨论 首先第一位邀请到的 就是我们的汽车专家 朱家伟 家伟哥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紧接着第二位邀请到的 汽车网站的总经理 陈鹏旭 Bob 大家好 汽车网站总编辑张乃提 乃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二小车建造达人 陈明哲 陈老板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财经专家黄世聪 世聪哥 大家好 提到了买车 我们提到现在有很多家庭 可能一家四口左右 买车的时候要的 就是平常上班要开 还有假日出游的时候 全家要做 而且要经济实惠 所以很多人就会挑 这所谓的中型房车 但是乃哥 那这也我就要问你了 我们常听到中型房车 但是中型房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是用价位来分 还是用排气量来分呢 现在的车大概就是从1.8到2.4 这个排气量磕水标准 然后我们来定位它是一个家庭房车 你说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一个车 大概就是说 我们现在消费者 比较容易去接受这一个车 因为我们相信 像老一辈的想法都认为 三乡式的车子 比较正经正派 三乡式 譬如说勒 就是说有引擎 坐舱 行李箱 四门的车比较是顺身相似 对对对对 那这样子说起来的话 其实 不管在使用上 或者乘坐空间上的话 大概1.8到2.4 是一个非常符合 台湾的一个使用状况 那乃哥我请教 那像Wish或者Mazda 5的话 这个算是一般的这种中型房车吗 其实它应该算是说 它抢到了中型房车市场 但是它是两相似 我们从车型看的话它就是A B C D OK 有四个那个车柱 我们这样一看 大概就知道它是很明显的两相车 所以我们这样归结一下来说 好中型房车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 它排气量大概介于1.8 然后呢是四门的部分对不对 那国内的话呢 到底又有哪些对不对 对我们要带大家看一下图表 1.8四门的 我们看前几名 这个市占率比较高的 包括了Artisla 还有Centra 以及Civic 还有就是Elantra 还有Lensis 方问一下诗丛哥 从这个图表看起来 诶 这Artis超过六成 所以Artis它是最适合家庭开的吗 我相信这个主要是品牌的效应 因为它是T牌 T牌我觉得在我们一般的 这个国人的这个想法里面 都觉得说它真的是一台神车的感觉 CP直高的 事实上如果就有日本企业界 他们曾经说过一句话 其实Toyota它不是车商 它是一个车的 卖车的商人 用这样来形容 两个是分开的 就是卖车跟商人分开的 对 所以它的这个 所谓的它的策略就是说 它没有特色 没有缺点 就是它的特色就是这样 对 重点 没有特色就是最大特色 没有特色没有缺点 就是它的特色 所以我们看老一辈的人 都对Toyota是非常的喜欢 如果你注意到的话 现在很多老一辈 如果有家庭里面 有年轻人要买车 都说我不要买Toyota 我买什么 马自打 或买什么其他品牌 对不对 老一辈就说不要说那么多 直接买Toyota就对了 所以你看到说会出现这个状况 就是说 T牌在国内的所谓的市占率 其实非常高 T台卖那么好 但是其他台车市上 也各有特色 那到底这些中型房车 各自的优缺点在哪里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 透过我旁边这个图表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就价格 空间 油耗 安全备备 跟保值能力都要讨论 首先价格部分 我们所列出来的 都是车商公布的 而且就是这车款里面 最顶级最贵的部分 就此来说的话 这Elantra 现代车 算是价格最便宜喔 它只要74.9万 所以在这里给它一个胜 但我们仔细看 最贵的是Civic 79.9万 Elantra 74.9万 这中间价差只差了5万块 乃哥啊 这5万块 我进到了展示中心 说不定跟业务喝杯咖啡 这5万块折价就折下来了 而且我们还听到 这个Nissan最近推出了 反映日元 所以呢 现在推出了全车系 最高8万块的优惠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去比较的话 这4台中型房车 谁可能谈到最后的成交价 或是最便宜 这几台车的价钱来说的话 Altis的那个让利空间 应该是微乎即回 为什么呢 Altis让利空间最小 其实很简单 我今天东西卖得好 OK 我绝对不会降价 那我东西卖不好 我可能才会有降价促销啊什么 我如果消费者都一直拿钱 来排队跟我买的话 我相信Toyota就像刚刚世聪哥说的 我是个商人 我怎么可能降价 让利给你呢 所以这几台车来说的话 我觉得说 Centra它推这一个 好像价值8万块 其实它有点就是想说 我可能先吸引你到这个showroom里面 然后我们再谈 噱头就对了 对 然后我们再谈车价的时候 可能让利空间也会比较大 这个可以去了解一下哪一家经销商 最近只差几台 只差几台 那我就要问一下Bob好了 因为Bob最常跟业务在打交道了 所以Bob这几台谈下来 你觉得成交价最低的 可能会是哪一台 这几款车 据我知道是应该这个月底都差一台 哦 这个月底都差一台 什么意思 你跟每个业务谈他都说差一台 其实我认为今年的整个车市来讲 其实中型房车它算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区块 那我知道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Artist其实一直以来常态 大概都还有差不多4%到5%的折价空间 4%到5% 对 它其实算蛮稳定的 这样算起来也差不多4、5万 对 其实它的优惠的幅度 其实算蛮大的 对 那如果像Centra来讲 Centra因为它其实波动很大 它台面上的价格 其实也算差不多就是4万5万 但是呢 它每个月到了月底之后 经销商因为压力很大 各个经销商情况都不太一样 那我知道是北部经销商压力特别大 北部特别大 对 因为北部来讲就是有 之前有三个经销商 现在只剩下两个经销商 有成龙 有郁信 那这两个经销商 因为它的整个销售的辖区 几乎都是重叠的 所以这两家其实拼得很厉害 所以Centra来讲 它的折价空间一向都是波动幅度很大 那如果我个人的研判 我觉得这几台车的成交价最低的 我认为是Centra 哦 舒坤Centra可能会是最便宜的哦 对 可是做什么最便宜 对我们消费者最好 听说它最近还被公平会开罚 世聪哥怎么回事 对 它最近前一阵子被公平会罚款 罚20万元 为什么 因为它是在这个 它自己的网站上面说 它是史上最强的中大型房 史上最强 对 事实上如果我去逛它的网站的时候 它把它跟其他几个车子 一起拿来比较 比较它的外观 空间 油耗 安全 舒适度 等等等等 然后就下了一个定论 就是说它是史上最强的中大型房车 有有有 很有自信哦 对 哪里来的 后来被这个公平会就说 那你是怎么比的 那其实结果这个 这个玉龙他们方面是说 他们只有拿这个 跟他这个 大概同一个集聚 65万到75万的这个 国产的车子 一起来比 它并没有扩及到说 进口车或是其他的这个 其他形式的这个车子 那公平会就说 那你这样是不是有夸张的 他这样的感觉就是 拿比较弱的对手 然后说自己最强 对 他强的都没有比较 而且他比的范围太窄 他就比他空级距 如果进口车他就没有比 或是比较大的他就没有比 虽然就号称说他是史上最强 公平会就说 你这样好像有广告不实的这个嫌疑 所以就马上就给他罚了20万元这个罚 但是我在路上 我还真的坐过 Central的计程车 它进去空间还真的很大 因为如果对于中型房车来说 因为家庭要用嘛 空间真的很重要 那我们就要来问一下Bub 因为你的网站有整理过这几台车 空间谁表现最好 现在比起来好像看起来 大家差不多对不对 其实这些车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都有长大 但是Central呢 在它的前一代的时候 它其实是比大家都大很多的 所以也就是说Central 或者是Bluebird这个车型 向来就是以空间建长 所以这个是它的强项 所以在这一代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空间表现 目前是这个 目前表上看到这四个车型最好的 其实这不意外 另外一点就是说 过去Bluebird它曾经有强调 就是它的后座空间其实是 尤其是西部空间 西部空间 前后距离其实是很大的 但它的车 其实我们平心而论 这一代的Central 跟前一代的Bluebird 它比起来 我觉得现在的车型好看很多 因为过去Nissan有一段时间 大概差不多03年到2020年 这段时间 它的车其实都有偏载的趋势 偏窄 就是说这个车呢 有点太高 但是呢不够宽 但是在这一代的Central 看起来它其实就是 它的车身就变得比较宽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空间 比较上 Central它本来赢就是理所当然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在整个车身的造型上面来讲 也比前一代的 比较大 其实我现在来上这个节目 刚刚好 怎么样 因为我最近正好买车 我的车今天在挂牌 哪一台 我就是这四台其中一台 而且我这四台都去看完了 那Central这一次 因为它有1.8 加上CVT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忘了就是它的底盘 底盘的部分 因为我们去展现 有什么特殊之处 我们去展现这间试车 去买车你是不是会试车 我会试车 那运车指数很重要 我可以给你打包票 这四台车 Central的运车指数是最低的 底盘最好是不是 因为你展跟雷洛合作之后 他们这几年来 他们的车辆的底盘 我们不要讲刚性 其实果载车刚性都差不多 可是我们讲底盘的造型 底盘的设计 还有它的几何原理 Central是最好 你讲的那么好 你刚刚说你买车 然后你又没透露是哪一台 我已经猜到你是哪一台了 好吧 那如果就空间来看的话 我们就知道 空间部分 这个Super Sentra 大家都给它最高的评价的部分 对 那独我提到的空间的部分 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下陈老板 在空间部分 Sentra是赢过了Altis 我们知道Altis过去也是神车 但现在这Sentra 刚刚被专家说的那么好 有没有可能未来扭转整个中古车市场 Sentra跟Altis 从上一代 从2001年纠缠到现在 纠缠到现在 这两款车一直纠缠到现在 那当然如果说 耐用度来讲 如果说以上一代 Altis还是稳定性 就是说耐久性 还是Altis会 优于Sentra 如果是同一年份的车 价格大概差多少 如果以现在我们现在有 就以2003年好了 就11年车 如果你在11年前你是买Altis的话 现在的估价约在15万上下 15万 那如果是Sentra呢 那如果是Sentra的话大约在5-6万左右 差10万耶 你不是要干脆去报废 那这个价格并不是说我们单方面怎么讲 就是说这个是整个买卖消费 买方跟卖方形成的一个共识 所以说这个价格就会出来 那这个落差就蛮大的 以后是否说这一部新的Sentra 会扭转它新的这个人就 你自己的看法咧 不打会 机会不打会 所以空间不是重点的关键就对了 空间是当然是你购车的首选 对对对 可是我们讲的是说 你若干年后你使用 因为现在车子每个人 每一家车厂坐的车 应该都不会太差 太差 那你可是你真正经过7-8年后 这部车是否难用 那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时间的考验就对了啦 好 那我们提到空间的部分呢 这个陈老板说 可能不是二手价最大考量点 那我们油耗的部分 事实上也是很多消费者要留意 要注意的啦 那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下家伟哥啦 因为家伟哥几乎呢 市面上说你看过的车 他都开过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 这四台车的话呢 油耗表现如何 我们的油耗车是 以我来说啦 我车的这样路线 我大概已经地球绕半圈了 地球绕半圈了 你说开车 累积起来的里程数 已经半圈了 其实我试了那么久 有几个关键就是 我们讲五年前 五年前的车厂 国产车 安装定速的比例还很低 可是现在几乎每一台都有了 定速是一个关键 再来一个就是变速箱 变速箱很重要 以前都是 万年世速自排变速箱 我们讲很多 到现在还有车还是世速喔 现在 比较少听到了吧 很多啊 然后他世速还跟你强调 他很省油 我觉得这个才要罚 公平会罚售人 这个才要罚 你世速不可能会省油 他打世速还史上最省油啊 对 然后他讲说史上最省 这个都不可能 变速箱占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试了这么多车子 将近一百台的油耗车子 变速箱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那这样子好了 我问你 这四台车里面 您觉得哪一台 可能在实际用路上 它是最省油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Altis 还是Altis 果然神车还是胜出 这样子 所以呢我先给神车一个 胜的一个标志 但是在这里 我要问一下Bob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有公布了这个啊 这个是原厂公布的哦 平均油耗哦 Altis 一公升可以跑到19.4 这个我们公布的油耗 跟我们实际上路之后 我应该打几折 才是我们真的实际上用路的油耗 其实我们时常会遇到网友 在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 那个所谓能源局公布的这个 其实这也不算是车厂公布的 这算是能源局公布的 你如果去看过能源局的测试 它的实验室是这样 它其实把车子呢 就放在一个机台上 它不是真的在路上跑哦 它是放在一个机台上 就有点像 就有点像 跑步机一样啊 有点像跑步机 它其实就是车子的跑步机 然后呢 驾驶在开的时候呢 左手边有一个萤幕 是 然后这个萤幕呢 它上面就有一个范围 就告诉你说 你必须要把你的车子的速度 控制在这个范围内 所以其实有点像在打电动 其实你看到它 比如说现在要你加速 它那个其实 萤幕上面就有一条线 对 然后你就开始踩你的油门 然后就让这个线 就维持在这个范围 那你只要 当然你超过的话 那就是施隔嘛 就是没有按照这个规定 那可以我们在路上 不会这样开啊 但是我们在 对我们在路上不会这样开 所以这个油耗测试的结果 大概都是所谓 一个叫做理想值 那我们实物上的经验是这样 如果你是正常开 然后你的右脚没有长得 比左脚出很多的情况下 没有太踩太大力了 对就是你的 你的脚的控制还算不错的话 大概差不多你一般的 这种所谓的 能源局测试出来的官方数据 大概打个八折 打八折 它大概是一个很合理的数字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 综合了这种专家说法 事实上 这油耗表现啊 还是跟你的黄金右脚 没有关系的 看你右脚肉数 长得比较多啦 那除了黄金右脚之外 还有哪些配方也可以省油吗 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们刚刚提到油耗的问题啊 在我们今天讨论的四款中型房车当中 奥提斯呢可能是表现最好的啦 但是呢还是决定在你的黄金右脚 你踩这个油门踩它的深度啦 但是我们要问一下哪一颗啦 除了黄金右脚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们开车也更省油呢 排气量越小的一定越省油 排气量越轻嘛 因为它需要 它需要的功还不用那么大 功率不用多 它喷射量 因为它的引擎容积的关系 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多的油 第二呢其实 如果真正在行驶之中的话 脚是最重要的 就像刚刚说的八层 剩下两层很难省 为什么很难省 有时候你特别去省这些东西 反而造成危险 但是一般来说 像刚刚家伟说 如果是35的话 对 一般我们建议说 你再多打个2到3个PSI 为什么 就是缩小它的那个面积 然后让 但是它也有缺点 就是说我说 你不应该就是说 开太快啦或什么 你就照着如果正常速限的话 你多打2到3个PSI 其实对你的车的行控 不会影响 安全 但是我 我刚刚网路上有人在说 我停红灯的时候 把它打到N档 会不会比较省油 其实打N档 跟D档 跟省油 没什么关系 因为我那时候 我不是说我们做了一个 代数控制的 对 我们也有试过N档跟D档 那差不多10cc 差不多10cc 但是我要问一下家伟 因为家伟 开过那么多的车的话 我刚刚提到这个网路上的谣言 就是打N档可能比较省油 我们先不要论 因为刚刚已经说不省油 但是我们到底在停红灯的时候 该不该打到N档 对 秒数 如果你看到60以上 你可以打 你可以打到N 如果60以下 我觉得基本上 就还是维持在低档 但是如果提到省油的话 我们刚刚提到 有8成还是决定在你的黄金右脚 另外呢 包括了可能在胎压部分 您可以稍微留意一些些 对 我们刚刚已经把油耗 还有空间都讨论完了 可是说到中型防身 君凯你也知道 一定就是这个全家大小 安全很重要 问一下巴伯哥 那所以这几款当中 到底谁的安全配备是最有好的 这个极具的车 其实安全配备来讲 以被动安全来讲 其实我认为都差不多 气囊数来讲 当然有一些气囊 比如说Erentra 其实它后来 做一些新年式的规格调整的时候 它的气囊数 你看它已经加到了6颗 OK 其实加到6颗了 然后你看它们走路线不太一样 Arzis它就还是2颗 2颗 Sivic跟Sentra 其实都是4颗 那我们讲的这个都是它的顶级款 对 那这边有一个最特别的是说 我们刚刚讲 气囊是属于被动安全 被动安全 就是撞到的时候才用得上 另外就是主动安全 主动安全 其实我认为最特别的 其实就是这个 所谓叫车身稳定系统 强烈建议大家要去选这个配备 那这个事情 其实已经谈很久了 对 刚刚世聪一开始有提到 Toyota它其实是一个 没有特色的车 就消费者要什么 他就给什么 对对对 所以当有一天消费者都非常需要 就是你选择 注重安全的时候 注重安全的时候 它就会给你 那我去看 因为Elantra 它其实最近也做小概款 对 它就把 除了最入门的这个极具 没有车身稳定系统 把它放进来 所以我认为 在安全配备上来讲 我认为是Elantra 其实它相对起来是比较 比较完整的 所以这四台车 安全表现最好的 我们的Bub呢 就给了这个Elantra 第一名的部分 好 当然呢 除了前面这些之外 接下来 你买了车 总有一天你要卖车吧 你想要换车吧 那这时候换车的时候呢 这台车保不保值 事实上就相当重要 在这里 陈老板 我们就要请教您了 在这四台车当中啊 哪几台在二手市场部分 是最保值的呢 目前以这种1.8以下 这一个中型轿车 应该是Civic跟Artist Civic跟Artist 表现最好 这两部车的耐用度是很高 再来就是说像 像Elantra 因为他的车 车型做得非常漂亮 然后他这个车型 就好像一个韩国明星 叫做车太炫了 车太炫了 车太炫了 这个明星有会老的一天 对 这个太过华丽 或者说太过流行的车 以后他退流行的比例也很高 因为现在支持他的 都是属于年轻族群 那年轻族群 他们洗心研究的速度也很快 那像很多 像我们在贩卖车子 今日的明星 明日的黄花很多 好 所以如果就在中股 保值市场来看的话 您提到呢 可能是Otis 是第一名 然后还有呢 在Civic部分呢 也是胜出 这两部都是非常保持的车子 好 综合了那么多项评比之后呢 我们就要请现场所有的来宾 为我们推荐一下 这四款中型房车 最推荐哪一款给消费者 首先 嘉伟哥您最推荐的 以菜单配备来看 Super Sensor 其实最不好 可是我觉得它的内在 真的要开过以后 你才会知道它好的地方 它的优点 所以我推荐Super Sensor 嘉伟哥推荐的Super Sensor 至于呢 这个Bob呢 其实如果这些车让我选 尤其是朋友时常在问我要买这些车 我当然也有可能会去选 Altis跟Sensor 对 这两款车 但是我如果只能挑一款车 我大概还会挑Altis 还是Altis 对 因为Altis呢 因为Toyota的服务体系 一向口碑也还不错 OK 那如果它的服务体系 可以解决一些 用车的一些麻烦 烦恼 那我就可以省一点事情 不然我就要帮朋友解决 不然你就没时间来上节目了 好 Altis 那四松哥的话呢 我也会选Altis 哦 四松哥 神车拥护者就对了 因为是朋友问的话嘛 对 那我推荐的话当然要减少说 像刚才Bob讲的嘛 如果朋友一直来跟我抱怨 说你这个推荐的车好烂啊 怎么样 那它这个至少 一般对Altis的这个所谓看法的话 就是比较 算是保养也方便嘛 油耗也低嘛 所以缺点少的话 我会选Altis 绝对不会出错就对了 Altis呢 世松哥也是Altis 那至于呢 这个陈老板呢 其实这 Cinic跟Altis 都是属于不错的车 都不错的车齁 那最好卖是Altis 还是Altis Altis已经得到3票了 那我们最后呢 乃哥的部分呢 乃哥帮你选一下 好 让我挑最后一个最麻烦的 其实我 我比较想要推荐 是因为 我觉得是一般消费者 真正消费者在使用的话 应该还是以便利性啊 方便利性 经济性 而走车架而为主 所以我本来是 要挑Altis跟Stevic 后来呢 后来的话 我觉得 既然这样Altis 已经是众望所归 对对对 我就投给Stevic 你就投给Stevic 对因为我也是 年轻人 你也是本贴的就对了啦 对对对 好所以呢 今天综合专家来看的话 这中型房车 我们今天有三位专家 最推荐呢 就是在Altis的部分 可能是最平均的部分啦 你看我们第一名是Altis 对啊 可是汽车媒体圈 开Toyota的车 几乎五根手指头数得出来 对 对 那是那个口识心灰吗 没有 因为他真是众望所归啦 台湾消费者买车 开马路上能见度的啦 OK 然后他问奖司机 每个人开Toyota 他应该很耐用 就买它吧 你应该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啦 因为消费者 毕竟不是汽车杂志的啦 但是除了中型房车 竞争很激烈之外呢 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下嘉伟哥 我们知道呢 很多家庭买车 他可能空间要更大 所以他要挑SUV SUV 为什么这几年 在台湾这么大型骑道 其实台湾人买车啊 有点像买高丽菜 越大颗 然后便宜就好了嘛 SUV就这样子嘛 我有很大的空间 我刚刚在化妆师我才问 女生有两个 第一个 看LOGO在买车 看LOGO 他说那LOGO好丑 我可以接受他车的外型 可我不能接受他的LOGO 我说 我问到很多女性车主 都是这样子 他居然为了那个LOGO 那当然那个LOGO是什么 不要讲啦 讲的话那个老板可能会 就像买包包一样啦 那第二个就是 对 就像买包包一样 第二部分就是他为什么要开SUV 因为他觉得他坐比较高 看比较远 视线比较好 我比较有安全感 然后还有就是我停车的时候 感觉我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嘿嘿嘿 其实也是大部分女性驾驶者 都会这样子 相信有很多人开SUV 他其实有一种新的 他其实也不需要越野 世纹传统对他来讲 也不是那么需要 但他觉得说 就是他坐起来就比较高嘛 其实尤其在中国大陆 现在SUV很火啊 很火啊 那SUV其实对于中国大陆的 这个汽车消费者来讲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他车子看起来 就是看起来很威武 威武 所以我觉得车子看起来很威武 很气派 这个是SUV 取得这个消费者的 信赖的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可是讲SUV 背背东西 SUV四通哥好像SUV 好像size也有不一样喔 对 它的定义是这个 Sports Utility Vehicle 这个运动休闲车嘛 对 这个如果我们用这个 比较致意上的意思就是说 运动型多功能车 对 也就是说它图了兼具 包括说这个所谓的 这个轿车的这个舒适度之外 它还有越野车的这个感觉 那还有货卡那种牵引力 所以大家才会说SUV车 现在变成一个热销的状况 其实SUV车卖得好的话 因为它大概是5人到7人座 它CC数大概约莫会排挤到 2000cc以上的这个大型的 中大型的房车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 中大型的房车 包括Mondel Accord 这些 他们都不在国内国产 就改成进口 市场都被抢走就对 对 有点挤压到 这个所谓进口大型房车 这个市场状况 那如果提到SUV 我们马上就要问Bob 我们现在国内呢 市面上贩售的SUV 受欢迎的到底有哪几台 SUV其实比较没有 特别的品牌情节 因为我们刚刚去看前一个集剧去看的时候 几乎大半以上 几乎都是Toyota的神车 对 但是其实我刚刚家伟有提到 现在很多家庭 其实有两台车以上的人 其实很多 那第二台车的选择上来讲 它其实就不一定要选 比如说比较保险的品牌 它可能就会比较讲究 比如说空间 或者说有些车它看起来不错 但是你在选车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种心态 有时候你看这车喜欢的 然后又刚好看到陈老板讲说 那个车保值比较差 你可能就却负了 但是第二部车的时候 其实都会比较有点冒险 就没有想那么多 对它其实会比较 对于它喜欢的车 它就可能去买了 它其实比较不会受品牌的左右 所以SUV其实是百家争鸣 那提到了选SUV呢 我们就把国产市占率前四名的SUV 把它列出来给大家一一来做比较 其中TOTA ROV4进口的CRV 还有纳智杰U6旗舰款 还有KUKA的旗舰款 同样我们挑出来都是最顶级的车款 车价最高的 如果先从车价来看的话呢 这个纳智杰U6算是台湾之光啦 95.9万不到百万的价格 就可以买到一台这种SUV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再来比较其他的后座空间 油耗 安全配备跟保值的话 又是哪一台车胜出呢 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提到SUV啊 在台湾第一台推出的 大家都会想到的就是CRV 而且很多人都说很好开啊 而且也很耐开 不过很奇怪的是 大家看这个市占率 怎么最后变这个RAVEL 给超越过去了 施东哥到底怎么回事 对我们前几年在讲SUV车的话 几乎都是摊到这个Honda CRV 这台车子 那这台车子的话事实上 过前几年后朋友大部分买SUV 第一个就是买CRV的车子 真的 对那事实上CRV这个车子 1995年Honda推出的这个SUV的 所谓的全球的主力战略车款 那它一推出来了 那时候的确是非常好 而且那时候主要跟它拼的这个 Toyota这个品牌 它的RAVEL 4 一开始推出来的时候 它的造型比较特殊 那空间比较小 所以卖输这个CRV 那加上说它是 后来CRV改成用进口的这个 改成说国产化之后 它成本更低 那这个RAVEL 4 它后来就没有在台湾进口 所以有一段时间 是变成是CRV 独占台湾的这个状况 那后来这个RAVEL 4 就重新说 它重新这个 这个休养生息之后 后来重新在台湾 就进口进来 进口进来的话 你看RAVEL 4 我们刚才讲到这 T排的品牌 在台湾这么好的东西下 推什么车都卖 对那加上说它有一些修正之后 它就卖的比CRV更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的 这个所谓SUV的车子 以前的这个神车CRV 就慢慢地布下神坛 被这个RAVEL 4给赶过去 刚才有讲到 有销售量被RAVEL 4 超过这件事情 其实它有一个秘辛 当初我们知道说 CRV它国产了之后 它其实有一段时间 它曾经 其实它也算不能说全吃 因为在2003年左右的时候 那时候的SUV应该有ESCAPE 还有你上的X-Trail 其实应该算三分天下 但是CRV算小胜 那RAVEL 4基本上 在那段时间是缺席的 缺席的 缺席的 那等到了差不多 07年左右的时候 RAVEL 4要进来 而且它用进口 大家都想不用玩了 你进口一定很贵 那时候CRV大概差不多就是 80万到100万 那时候进口车 大家觉得说RAVEL 4进来 一定破100万 而且大概主力车总 大概110、120 对 但是它进来的时候跌破眼睛 这里面有秘辛 他们在谈这个车子的价钱的时候 我记得他们有讲 他们去谈价钱的时候 是带了一瓶 这么大的酒去谈 带酒干嘛 就是 他们要跟日本车厂 就跟日本的 台湾的荷泰汽车 跟日本的Toyota在谈的时候 这个价格其实 他们其实做了一个 非常完整的报告 你知道Toyota这个品牌 在台湾市占率最高 对 在日本市占率超过四成 但是全世界也除了 只有日本之外 就是台湾超过三成 全世界没有像台湾 卖得这么好 对 台湾人超爱它 但是呢 在日本即便它的市占率到四成 的这种情况下 他们还是很怕HONDA 因为HONDA这个品牌很奇怪 它就 在日本Toyota有100款车在卖 对 大车小车100款 你会觉得100款车 应该我什么急剧 什么车都有 很多啊 什么都要啦 但是HONDA就是老是会推出一个车 欸 这个车一出来 消费者很喜欢 然后我们Toyota呢 我们对应的车是什么 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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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一直以来 Toyota就有所谓的HONDA情节 然后那时候河台 他们就做了一个很大的报告 去跟日本讲说 我们如果把Rubboard的价钱 压在什么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就有机会卖赢CRV 对 所以他们其实这台车 我保守估计这台车 至少他们在谈这个价钱 日方式的浪力至少10万块 这个10万块其实很多 所以进来就便宜很多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CRV它是国产车 而且它是用客户认为 它的货物税呢 是用30 本来是要缴30%的客车 换成15% 但是Rubboard呢 它是进口车 它不能用客户车认证 所以它要缴30%的货物税 另外它还有一个17%的进口关税 所以光是这两个税金来讲 它就比HONDA的CRV的税金 大概又多了将近30% 所以这一个在税金的基础下 那么不利的情况下 它价钱还可以算出差不多 所以当时呢 他们第一次推出来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们有内线消息 我们知道它会卖很便宜 很吃惊的情况下 它比预售价 正式售价出来的时候 还要降5万 更便宜 所以我就在Rubboard的发表会的时候 发现各个车厂都有派人去 参加这个发表会 然后我就跟他们聊天 他们说 他们怎么可以算那么便宜 然后我就说 你们最好祈祷 它的预售价 就是它最后的售价 我跟你讲 最后售价出来的时候 他们真的会吓一跳 后来我知道 他们售价一出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忙着打电话 赶快回报 赶快回报 怎么办 降低差 所以其实在整个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龙头之争的时候 其实的确有这个 不为人知的秘心 当然呢 我们买SUV 我们就是要空间 像我呢 我家五个人加一只狗 所以我的SUV越大越好 那我就要问一下Bob 所以在我们列出来 这四款SUV车当中 到底哪一个空间表现 是最好的 因为现在Rob Ford 整个就变大了 所以它的内部空间来讲 就不输CRV 所以它其实在整个 产品的设定来讲 它根本就是打着CRV 所以他们一直以来 Toyota就把这个车 当作是一个 被HONDA所攻陷的一个 指标 一个极具 但它一定要把它抢回来 所以在整个的空间上面来讲 它其实就比起20年前来讲 它整个改善很多了 所以它整个是直指对手 就是要击败CRV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都是 后座西部空间 还有后座头部空间的部分 那我问一下嘉伟哥 因为这些车你势必都开过 我们SUV出游 不能只有坐 我要放行李 行李箱的部分 这几台车表现 我是其中一台车 一到四代的车主 你又买过了就对 我今天列出来都是你有过的 那我觉得RAV4和CRV两台车的内装空间 应该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那库格我印象最深的 因为我们今天比较都是旗舰款 我印象最深就是它有一个脚一踢 就可以把尾门 电动尾门就给伸开 对 库格 广告里面都有 很多人买SUV要去大卖场 对对对对 你要去shopping 你两手拎的 那那个时候脚一滑 电动尾门就开 就给你放进去 老鼠跑过去他也开 不会 不会 我们当初不是用老鼠式 我们是用狗和猫式 不会 不会开 他这么厉害 他真正那毛多寡样 因为你的钥匙 他会真正那里钥匙 他不是伸着脚 所以你平常设计在路边 有猫过去你不用担心 因为他有在附近 不过我回到家的时候 奇怪已经门打开 狗还在里面 给我在那边睡觉 没有没有没有 不用担心 那以空间的便利性来说 我觉得 因为你会用到后箱空间 包括后行李箱空间 后座空间 你常常会用到尾门 对对对 那我觉得便利性来说 KUGA是最好的 OK 所以如果以便利性 可能是KUGA最好的 那如果空间来看的话呢 我们在这里 可能还是要给这ROV4 一个优胜的部分 那接下来当然 油耗的部分也很注重 虽然呢 这SUV它本身 可能就是这种先天不足 它的空间比较大 车重比较重 面积比较大 油耗比较差 但是我们这四台车 我还是要比较一下啊 交友哥这四台车 哪一台车 可能是最省油的呢 其实SUV车 你都要有心理准备 这车主 都要有心理准备 讲得好沉重喔 都是省油性 都会比较差一点 OK 那以这四台车来说 我觉得 我现在有可惜的部分 KUGA比较可惜 叫TTC还没来 柴油部分 对加上它也没有来双离合器 它竟然是六速的 传统的自排变速箱 那这四台车的油耗表现 其实彼此都在伯仲之间 伯仲之间 都在伯仲之间 可是我觉得 还是一样 RAV4和CRV 这两台车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如果用油耗来分析的话 可能呢 这个RAV4 又再下一层啦 相较之下 四台可能差不多 但是RAV4 可能好一些就对 好一些就对 SUV除了油耗之外呢 因为它车身比较高啦 而且我们常常出油 载着全家 我们注重的就是安全性的部分 那我就要问一下乃哥啦 这几台车当中 您觉得哪一台的安全性 可能是最好的呢 SUV呢 其实更需要一些 电子辅助的那一个 我记得有一台车啊 如果它把SUV 把它的那个 循迹环环系统关起来 你再失控 比如说你时速大概八九十了 然后开始甩 失控了 打滑 失控的时候 它在甩的时候 它会照圈圈 然后那时候你就算你 努力去救它 也就不太回来 因为它的动能太大 OK 轮胎都失去抓地力 那如果你有这些牵引系统的话 我记得那一次很惊讶的是 它是叫我们把手跟脚收起来 都不要弃碰它 对 因为它有陀螺仪 它有它的循迹系统 配陀螺仪 还有气压式的悬吊 所以它根本没有甩到360度 它大概甩到180度 180度 而且还自动帮你刹车下来 那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现在 以后开车是不是就越来越方便 因为我就是胆子越来越大 可以做这些危险的东西 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因为像如果我以后车 真的都配备了这些东西 真的在遇到状况的时候 我也是跟你一样 手脚都收起来吗 当然你要看车总啦 那我开的那一个 我们测试的那台车的 配置很高 然后但是最重要 所以还是不要乱放开 如果以这四台车来看的话呢 您觉得安全配备 可能是哪一台最好呢 所以我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一般的动态稳定系统 全部都已经配置了 那我们先撇开这个不论 假设它们都是一样的话 那我认为说 还是以被动安全文说的气囊 对气囊数的话 我觉得KUGA 它的那个气囊数是比较高的 那其实它在国外撞击的那个测试成绩中 也会取得比较大的高分 原因是 其实像刚刚Bob说的 其实在欧洲的撞击测试 它甚至把马力车重 全部都要算进去 然后才去做这个撞击的评分 所以KUGA可以拿到很高的分数 所以安全性来看的话呢 在四台车当中 好 我们就给KUGA呢 安全配备的部分 是表现最好的部分 对 好 可是我们把安全讲完了 还是开久了 大家还是想换车啦 所以问一下陈老板 那到底这四台车 HUV当中 哪一个最保值呢 以目前来讲 RAW4跟CRV 这两部还是最保值的 以这两部来讲 RAW4跟CRV 怎么说咧 其他另外两台 在二手市场很差吗 CRV从 就是它有一段 就是像Bob讲 那个 有一段 RAW4是不在台湾办售的 那这一段就是 属于CRV独大 那我们孤岛的车 当然是CRV它耐用性是最高 所以说它那个 价格也是最高 保值性好一点 不过我们看我们手上这张表啊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的话 CRV在后座 油耗 安全配备 还有价格 都没有拿到最好喔 今天二手保值会最好喔 原因在哪里 我们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好 我刚刚提到这些SUV呢 它的保值 在二手市场呢 最有价值的 刚刚陈老板提到呢 就是在CRV的部分呢 模式给它一个优胜的部分 对 可是长粉 这表格看起来很奇怪 你看喔 这个后座空间 它也不是最好 油耗表现也不是最好 安全配备 也不是最齐全的 但是它为什么最保值啊 對啊 耐用度还是最基本的 耐用度 你可以举例吗 那我顺道提到就是 我前几天有去估一台 那个Langelova的 Vilander的车子 喔 欧洲车 那这部是有那个 英国贵族气息的车子 真的耶 那个新车很贵耶 那这个车喔 它在中午车市场 就属于非常冷门的车 那因为这个车 像我 就举例像我这部车 是2005年的 2005 那个Vilander的车 它新车的售价是171万 171 那我那一天 就跟他估价的话 是剩十几万块 啊 剩十几万 你现在等于是 六七年的车 一百七十几 剩十几万 对 剩十几万 那个我们在估这种车 客人都有那个 双孔都放大 他的瞳孔 被吓到 瞳孔跟底孔都一起 被吓到 被吓到就对了 其实 这个车因为它就是 它的后续的维修太贵了 它任何一个基建 譬如说 我那天要去估这部车 我也有请教我的同业 他也告诉我说 所有的案件 你都不要放过 都可能会换 连电动窗你都要去按一下 他说只要碰到一个东西 坏掉那修理都是很吓人 好 那相较一下 你刚提到这一台修理车 国产修理车要考虑很多 需要有一些觉悟 需要有一些觉悟 但提到的CRV 诶 佳海哥我们知道 您又开过啦 对 那这台车怎么样评价 我开了四代 你开了四代 四台 四台 四台都开过 对 都开过 CRV它有一个很好的优势 就是 你就加汽油 你就不用再回厂 像我后来 什么都不用再管 都不用再管 像我最近买了 非这个牌子的车子 大概破轮的记录就是一年要回厂两次 一下变速箱 一下引擎一个不定的 哪有那么多时间回去啊 对 可是CRV 四代 对 将近十几年的时间 我没有因为故障回厂过 连一颗灯泡都没有烧坏过 连灯泡都没坏过 都没坏过 这就厉害了 我家厨房灯泡都会坏了 而且你想想看台湾 尤其在台北 我住内湖嘛 潮湿 对对对 车子最怕这个 然后加上我以前没有停车 我有停路边 都没问题 所以它会保值 跟它的耐用度也有很高的关系 对 还有运动的保值 对 通常我们 因为我换车比例非常高 我大概一年就换一台车 那 换车你最担心就是折旧率 对对对 就像老板刚刚讲的 CRV很保值 真的很保值 而且是超乎你的想象 超乎你的想象 一样跟My Land Rover那个车主一样 一样是瞳孔放大 鼻孔放大 可是你觉得你是开心的 还有这么多 太好了 人家那个是说 心痛 你这个是赚到赚到这样 对 好 那如果综合那么多的话 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在这四款的SUV当中 我们请专家来替我们建议 您推荐哪一款给消费者 来 家伟哥您先推荐 我当然不能打自己嘴巴 可是你会觉得我会选CRV对吧 对啊 你开过四代耶 没有 可是现在要我再买 我不会买CRV 哦 因为 KUGA 有一些配备是其他车 你有钱都买不到的 哦 哦 ACC跟车啊 买不到啊 OK OK 当然虽然现在还有一台 OLED会有啦 对 如果要我选我选我选KUGA 好 所以我们家伟哥给KUGA一票 那至于BUB呢 BUB这四台 你会推荐哪一台给消费者 今年七月跟八月好 我两个哥哥刚好都要买运动休旅车 那我就说 那你们两个一人分一台好了 他们就一个买了RAV4 一个买了CRV 哦 那其实这两台车在试车的时候 其实大概我都有开过 那我当然就推荐他们买这两台车 还有 当然也有一个理由 就是说 其实省市啊 省市啊 维修不用麻烦 他不会来找我麻烦 好啦 但是如果两台一定要选一台的话呢 那这两台车呢 因为偶尔我回南部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会开到我哥哥的车 对对对 其实开起来呢 觉得比较舒服 是哪一台 可以享受这个驾驶的乐趣 我觉得是CRV CRV一票 开起来比较顺 开起来有感觉啦 那至于世聪哥的话呢 你推荐哪一台 我当然选T牌的ROCKER 世聪哥你真的 我代表是 我代表是老派的这个消费者 当然啦 第一个 刚才大家都讲到嘛 它的空间比较大嘛 在油耗表现 我觉得相较是 大家都很重视这个 油耗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综合 而且它可能出错的机率比较低啦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以考虑的 不过我觉得KUGA这台车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考虑 因为很多SUV的 很容易出状况 开车的时候 因为驾驶跟一般的车子 不太一样 所以的确你在选SUV的时候 安全配备 可能要格外的注意一下 不过你推荐的还是T牌啦 神车的部分 提到安全 但是呢还是推荐T牌 好OK 那至于呢 我们的陈老板 您最推荐是哪一台呢 我觉得还是RAV4 你也是RAV4 因为你是用二手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RAV4 现在这一代新的款式 蛮好开的 我有开过 蛮好开的就对了 OK 好开又保值 所以陈老板呢 也给RAV4 那至于呢 乃哥 这四台您推荐哪一台呢 其实喔 我觉得既然是要推给消费者的话 我还是选择Toyota的RAV4 跟那个Honda的CRV 但是要选的话 因为RAV4 毕竟是进口车 就算日本让利 它在保养上面 可能还是会 再来它的税金 也会稍微高一点点 那CRV的话 我觉得它的妥善力 真的是也让我觉得是非常好 非常的惊艳 因为一般人在驾驶 我们发现很多新的科技 都会有一两年的磨合期 所以 CRV什么都没有 你坐上去 不用两秒钟 你什么都会了 你到其他 包括U6 或者是KUGA 甚至RAV4 可能有一些东西 你还要学习一下 那我觉得对 一般消费者来说的话 坐上CRV 是真的 转动钥匙 你就可以开走了 你非常的熟悉 然后它的妥善率 然后它的中古车架 那我也觉得说 这一台应该是比较 我比较推荐给消费者 CRV的部分 所以呢 到最后 CRV还有RAV4 打成平手 这关键性的 家伟哥投给了KUGA 所以呢 今天呢 SUV的部分 RAV4跟CRV 就是平手的状态 但是提到了 这个买SUV的话呢 我们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因为最近有一款车呢 推出来 这款车的第一代 我也开过 三菱的Outlander 算是遗珠之汉啦 这台Outlander 对啊 我们就要问一下Bob了 这台Outlander 跟他们相比的话 有输他们吗 这个车我刚好上个礼拜 我有去开啦 怎么样 但是我们现在看 它这个车的旗舰车款 是118.9万 价格算高耶 算高 但是呢 它绝对不会是卖这款车 因为这个是一个 如果他放进去变7人座的时候 他就不能用客户认证了 对 所以他成本会一下子拉高很多 但是 他既然有 出了一个车子 这个叫做 我们讲说这个叫DemoCar DemoCar 就是展示用的 就是告诉你说 这个车呢 其实它是有第三排座椅的机能 但是呢 它不会卖 你会买到的是 这个再下来一个等级的 然后税金是比较便宜的 然后业代有可能会 送你两张椅子 就变7人座 业代送你就对了 我懂意思 所以它这个是有点取巧 那这个车呢 我觉得它跟前代比起来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 看不到的东西是 我觉得它整个的 驾驶的质感变很好 质感的部分 对 因为过去 三菱的车其实都有 我们讲白点就是 比较糙 比较糙 对 那这个车不会 其实我去开的时候 我讲的不是 只是说所谓 看得到摸得到的 它其实连引擎跟便书箱的 运转的细腻度 我觉得都还不错 有镜头车的那种品质 我觉得 因为过去Outlander 因为觉得说 这个车就是 因为三菱的车主 其实有某个程度来讲 它也是吸引一些年轻人 所以它对于一些 所谓的细腻度 都不是那么要求 但是我开这个车 其实我印象还蛮深刻 我觉得它的操作 内装的质感 还有它的整个 运转的细腻度来讲 我认为是 很值得去看的一款 不过刚刚Bob有提到 这客户车的部分 是很多车商取巧的部分 因为在国内消费者买SUV 确实有很多人 都遇到这客户车问题 就买车送你铁杆 五年后验车的时候 铁杆就要装上去了 但是呢 诚总哥 这种情况国内常见 对像之前有一个例子 有一个 去买了 Super CRV的车子 花了一百万 就要交车的时候 这个销售人 就拿一根铁杆给它 不是防身用 验车的时候要装上去 因为他跟他说 登记的是所谓客户两用车 那客户两用车的话 你在第二排座椅后面 你要加装这所谓铁杆 把你跟所谓的货箱之间 要有一个杆子 要以防安全力 以防貨物倒下來的時候 打到前座 之前還發生過一個例子 就國內的Luxian這個平板 它2009年的車子被迫召回 因為它召回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它過了五年它驗車 驗車的時候 因為它當初登記的是客貨兩用車 可能當初出車的時候 就把這些都拆下了 它被迫說召回之後 要把這個所謂的金屬桿 要再把它裝上去 我上一台就會這樣 對 所以就變成是說 消費者就覺得說 好像被騙了這個狀況 不過這個狀況現在已經改善了 因為我們現在國內的車廠 也不跟你玩這一套 它現在就直接註明就是說 你要買的是五或七人座的 所謂的客貨兩用車 或者是說你要買的是 七人座的小客車 它會直接跟你講清楚 避免說還有消費的糾紛 在層出不窮的這個狀況 所以如果您在買SUV的話呢 提供大家參考 包括了油耗空間 還有到底是不是客貨兩用的部分 以及周型房車怎麼挑 今天非常感謝所有的來賓 來到現場 跟我們一起討論 我們是新的號 下次見 掰掰